台中警方执行夜间巡逻情户 发现一辆轿车改造排气管 发出轰隆隆的噪音 立刻上前盘查 没想到一位发现 这辆车的车牌 早就因为超速被吊扣 事后驾驶坦承花了8000元 从网路上面订购未造的车牌来悬挂 这下驾驶除了违反倒交管理处罚条例 还触犯了刑法未造文书 深夜一辆轿车开在马路上 发出正儿欲聋的噪音 巡逻远警发现 立刻上前拦查 远警一查发现这车牌竟然是假的 这下车主戴机拆掉啊 原来24岁的陈勤驾驶 之前因为超速 车牌早就被吊扣 他竟然花了8000元 在网路上订购了未造的车牌 来悬挂四处趴趴走 但假车牌不仅材质轻薄 还相当的粗糙 背面也没有防卫 雷射壳字 一下子就被警方试破 诚信驾驶尴尬地表示 两面定制车牌 是从网路购物平台 以新台币8000名取得 不仅如此 驾驶海大费周章改造排气管 就是为了享受在路上驰骋快感 还特地用遥控器控制开关 就像随时可以隐身一样 来规避警方查器 遥控可以控制是不是 发门按了以后 他就整个声音都不见了 这下为了一时帅气拉风 改车又挂未造车牌 除了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法条例外 还可能触犯刑法的未造文书罪 街中部综合报道